詞曲 李宗盛 你死了你什麼都沒有 你的身體根本是廢物 你讓別人去做研究 別人得到知識了 你才處理 亦都無妨 死亡我不怕 我選擇我的遺體 經歷大學等到醫學生來研究 我這個方式都是正面對待 還有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我會覺得他真的很榮幸 其實這一生 雖然這一生 雖然這一生 但是也有機會去教大學 我想 都應該 未必有很多人 有這個機會 所以 我也是很感謝大體老師這個計劃 大體老師的貢獻呢 為我們香港大學醫學生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 民族珍貴的學習機會 這個是各位大體老師和語體捐贈登記者 對香港社會做出的無私奉獻 一句句放在醫學院解剖台上的遺體 師生專稱他們為大體老師 這些捐贈得來的遺體 以身體成全莊嚴的醫學實習 每年醫學心想最後一堂解剖實習課之後 都會對大體老師進行遺體告別儀式 一刻的安靜 現在 這個告別儀式 對學生的職業精神的培養 對他們 對於生命的感悟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過這個告別儀式呢 學生 能夠 對大體老師的無私奉獻 致以敬意 並在腦海中反饋和反思 對生命的理解 對知識的運用 李維德是醫學院六年級生 現在以助教身份 輔助師弟妹上解剖課 這是最後一項項 你會有在醫學院的理解剖課 對手指揮 醫學是很博大精深 但通常我們上課都是 尤其是在年一、二年級的時候 都是書本的教學教學 真的落手落腳去做 解剖課 但在老師身上學習 是其中一個比較珍貴的經驗 他們身後願意捐出自己的遺體 去比更多的醫學生去學 我覺得很尊敬他們 很尊重他們 於是我就抱著這份心 去做好每一堂的解剖 大體老師是每位醫生 漫長醫學生涯的第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雖然不能夠開口說話 但就傳授給人體知識 更重要和心碎的道理 最大的感覺就是 對感官和認知上的震撼 在同時有一種銘悟 直接面對生命和死 直接面對人體 這種感悟呢 我這一生 作為首先的醫學生 到後來醫學工作者 到最後 醫學的教育者 都是受益中生的 讓我體驗到生命的可貴 生命的價值 同時我希望把這份價值 傳承到我的學生 傳承到每一個 像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 心目中學 當大體老師完成使命之後 大學會安排火化為體 家屬可以自行選擇 怎樣安置骨灰 而香港大學每年都會舉辦 遺體捐贈日 比公眾了解更多有關資訊 原則上來講 我們對遺體捐贈者的身體 沒有嚴格的要求 但是是有幾種例外的 如果捐贈者是死於非自然死亡 或者捐贈者的死因是由於嚴重的傳染病造成的 那麼或者體重超過80公斤 可能在防腐技術上會有一定的困難 這一部分捐贈者我們可能也不會接收 那麼我們要強調的是 香港大學遺體捐贈計劃是希望能夠讓市民 對生命的意義進行更多的了解 對死生的價值進行更多的了解 並為香港市民提供其中一個選項 那麼這個選項的意義就在於 通過捐贈遺體成為大體老師 將生命的價值延續 將知識進行傳承 鑄造醫學的奇蹟 為題得來不易 而每個捐贈者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現在做緊巴雪司機的司徒宇雄 還有兩年才退休 身體一路沒有大病 但還在十年之前 他已經開始計劃定身後事 身後事趁早來自己計劃好 告訴家人 好過日後 手磨骨骨骨 計劃好一些東西 就叫做 他們不用那麼緊張 不用那麼閉毅 不知去哪裡找這件事 找那件事 他先後登記海葬和器官捐贈 又可以在香港兩間大學 登記為題捐贈 我肯定出去了 我連出去都不要了 還有兩三年才 不小心 在手機的YouTube 找到某個電台 有這些節目 當中有兩位先生 以他們的年紀 應該是很保守 但他們不保守 反而好像說 尤其是有一位先生 他說 我都不認識過 我最後就抹了一支旗 而我是 年紀小過去 我覺得是應該做的 就是 貢獻醫學界也好 我做生日 進不了大學了 希望在我過身 能夠進大學 我不知道我這個遺體 是幫助到醫學界有多少 希望盡量一分離 就在我死去的遺體之後 他們在我身上 找到某種疾病的答案 人離開的世界上 不會說 一定那條路去 有些人選擇 是另類的方式 來讀他 我覺得 我這個方式 我都是正面來 對待他 還有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家人支持他的決定 司徒先生 也有和讀中二的女兒談過 爸爸的遺體 將來會進大學 而我女兒都OK 我經常搞笑地跟他說 現在我家看著海 即是說 第二天 看著海 就等於看著爸爸 用另類的方式來悼念 司徒先生對生死看得透徹 因為曾經媽媽患病的經歷 令他黑骨銘心 早十年前我媽媽離開了我 在我未結婚之前 我和我媽媽相遇為名 第二次重鋒 最深刻印象 就是我看到我媽媽 被兩三個康戶鋪在一張床裡面 因為她站不到身 她由床到某一個輪椅 是要用機器來調去的 我親眼看到 因為我覺得 為何我爸爸不會進去呢 被我這樣死 不是問題來的 總之你不要讓我 辛苦地去世就OK 是要用的 美娟的先生去年 因肺癌離世 以趙先生為怨 美娟把骨灰 撒在忌廉花園之中 當日我先生的骨灰 撒在花草上 回歸大自然 是要用的 跟教會來過很多次 這個地方 做那些儀式 灑灰的儀式 我就覺得很舒服 我就說 我心裡說 如果我離開 我在這裡坐得好 這裡挺舒服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死也不恐怖 那幾秒鐘 但是在這裡等死的時候 才是恐怖 我覺得是這樣 我經常都覺得 在這裡等死的時候 最淒涼 就像我老公一樣 知道自己沒得救 在這裡等死 我真的替他很傷心 很難過 先生確診患癌 不到九個月就離世 美娟自己也是癌症康復者 徘徊過生死邊緣 當美娟知道 原來可以 將遺體捐給大學 馬上簽署捐贈文件 如果要死就死了 你死了 你什麼都沒有 你的身體根本是廢物 根本是沒有用的 你還要處理它 你讓別人做了研究 別人得到知識 你才處理 亦無防 你的靈魂飛去天堂 挺開心的 總之我覺得 幫得到人就好 私給仇更為有福 做得到的 就自己盡量去做 死了就是一堆泥 塵歸草歸土 但是我還可以跟我老公一起坐 真是非常美好的恩典 我想說 你喝很多個 你喝很多污ci 你喝多久 你喝多久 提醒他 我喝多久 我喝多久 你喝多久 你喝多久 喝多久 你喝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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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剖學是每一位醫學生必修的基本學科 也是深入了解人體的第一課 沒有了大體老師 醫學生就不能上必修的一課 但對遺體捐贈者家屬來說 他們還要強引悲傷 引同幫助至愛完成最後心願 以下我想代兒子讀一段說話給爸爸聽 這段說話是2020年7月15日 兒子送給爸爸的話 親愛的爸爸 最近我看見一句句子 想分享給你 Courage doesn't mean you don't afraid Courage means you don't let fear stop you 我先生是劉海斌老師 他參加了香港大學的遺體捐贈計劃 他做了大體老師 我是許太太 劉Sir在2011年發現患上罕有的基因疾病 幾乎每年都要做一次開腦手術 而每次做完手術之後 他都要由零開始 講話 行路 寫字 全部要學過了 好 爹地 行路 穩陣了 走遠一點 合作一點 聽話 知道嗎 我在他身邊當然會很心痛 因為看到他每一步走下去都很艱苦 我是一路看著他 由可能見到一些字卡說不到話 去一路去變回一個正常的人 其實那個階段是最困難的 因為其實我每一天都不知道他 第二天會不會痊癒 其實我每一天都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他可能會痊癒 也不奇怪 好 就很好 那邊想我就會想 他應該明天會好過今天 前後做過七次開腦手術 Apple一直陪伴劉Sir復康 這個公園他們都來過無數次 他可以上來復康 他可以上來走、跑步 他又很喜歡打籃球 這裡又可以有些打籃球射籃的設施 即使他自己這個病患、他的經歷 是這麼艱苦、這麼辛苦都好 他希望將一些很悲哀、很艱難的事 會不會轉化做一些比較正面的 又可以幫到別人的 所以他最後就想 不如參加大體老師這個計劃 跟病魔搏鬥十年 劉Sir的身體狀況在二零年急轉直下 在生命倒數階段 他決定將遺體捐給大學 親身為學生 想最後和最透徹的一課 劉Sir加油 去年八月劉Sir離世 Apple馬上聯絡香港大學 收取遺體 但在話筒另一端 就傳來話消息 他們接聽電話的同事 是告訴我 這個年度是滿了 敷了 即是接收不到樓上的遺體 那時當刻我的心情很沉痛 因為我沒有什麼可以幫柳Sir做到 我其實是想幫他完成這個心願 但當時就告訴我沒有遺體 所以當刻我也有點激動 所以我都很清楚 很強調地跟當時同事說 看看有沒有方法可以接收到劉Sir 又很幸運 我真的很感恩 後來我才知道 香港大學將最後一個位置給了劉Sir 所以我也很感謝 劉Sir的遺體現在進行防腐處理 Apple也很期待 本身任教中學的先生 正式任教大學的一人 我會覺得他真的很榮幸 其實這一生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雖然過了一生 但也有機會去教大學 我覺得其實整件事是很神奇 好像一個神奇之路 我想都應該未必有很多人有這個機會 劉Sir做了大體老師的消息 亦都在舊生會群組裡面流傳 不過對一班舊生來說 這個消息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劉Sir是一個很願意付出 很願意為學生的一個老師 有時都工作到很晚 或者會載學生回家 他願意付出繼續教學的一個爭埃 其實都是預期之內 亦都是很令人感動的 去到喜歡的時候 我自己就有一些課外的數學題 其實就跟課本無關 自己純粹研究 但劉Sir就很熱心地幫我 很難得有個老師真的會在課餘時間 去願意跟學生一起研究一些題目 其實我是第一次接觸到 看到他教出來的同學 我會感受到劉Sir真是劉Sir 他本身的人是很認真 很堅持 很執著 我看到同學會吸收到他這方面的特質 我覺得老師這個任務很光榮很偉大 我覺得老師這個任務很光榮很偉大 其實我希望劉Sir在生的時候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希望他現在過身做大體老師 他都可以繼續履行這個任務 繼續做好他老師的工作 當大體老師功成身退 大學會安排火化為體 Pearl就選好 將來會將劉Sir的骨灰實放在 位於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大體老師紀念花園 其實覺得參加這個計劃 都想圓滿整個流程都跟計劃參與到 而且都很欣賞這個計劃 可以有這個安排 楊家屬可以去用這個很綠色殯葬的方向 去處理到先人的骨灰 還有一個很感動的位置 就是可以幫先人安排到一個碑 去紀念他做了這件事 我相信他應該會喜歡這個安排 人生總是有很多難關 不如意的事、不幸的事 甚至不公義的經歷 我希望劉老師的故事 可以令人感受到 當中的堅持 可以帶來一絲絲的希望 雖然他的努力 不能令他起死回生 但他的毅力 可以令他走多七年 人的生命是很短暫的 但我覺得生命的價值 不單止是在我們活在這個世上的時候 更甚至死後可以留下什麼精神 在這個世界上 希望劉老師的經歷 可以鼓勵到其他人 可以給到少少正能量大家 請多謝